大家好 今天用萝卜做到好吃的 首先把萝卜皮削掉 萝卜削好清洗干净切成滚刀块 这萝卜水分很足 又脆又嫩 我经常拿它当水果吃 切好以后放入盘中 锅中水烧开 加入少许的盐 加点食用油 再把萝卜倒进去焯一下水 焯水两分钟 两分钟后捞出 切少许的姜片 砂锅中倒入少许的油 油热后放入姜片爆香 把萝卜放入萝卜翻炒一下 加点生抽 少许的蚝油 再把萝卜翻炒一下 搅拌上色后倒入少许的开水 半碗左右就可以了 盖上锅盖 调中小火焖五分钟 好了五分钟到了 我们再加入一勺白糖 把它搅拌一下 再次盖上锅盖 再焖五分钟 时间到开大火收一下汁 好香啊 感觉一锅的红烧肉 最后撒点葱花 美味即成 一道美味的红烧萝卜就做好了 有了这一锅 不用肉也能吃三碗米饭 特别的下菜 喜欢就在家试试吧 再次盖上锅盖 我们下期再见